艾菲尔老师 我们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人 他就值得我们学习 他生活习惯好到 让人家想按赞 请大家参考太阳 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上榜的 这个生活习惯 让人想按赞的星座是 处女座的朋友 那么处女座的哪一个部分 你觉得她的生活习惯 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是因为这个处女座 她们奉行资源回收 而且她绝不浪费资源 的这个行为 你就觉得想要为她的 这个生活习惯按一个赞 其实处女座是非常节俭的人 而且她们非常的懂得 媳福 也非常懂得珍惜资源 她们绝对不会 做一个这个浪费的动作 那么家里面能够回收的 不管是纸类 或者是塑胶类 或者是瓶瓶罐罐 她们都会做一个充分的利用 她觉得说不要把它丢掉 因为媳福爱物 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她反而会去质疑 她身边的朋友或家人 如果没有做到 那真的是生活习惯太差了 反而她们会要求 她们来向自己做学习 所以处女座的生活习惯 大家可以为她们按个赞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二名上榜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她们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值得大家学习 就是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的哪一个部分呢 大家觉得说是可以学习的 是因为她们非常的维护 或持续的维持这个厨序的习惯 因为她们认为小钱 击杀成他 就是她们在这个厨序的习惯上面 以及不浪费的习惯 以及节俭的这个习惯 大家觉得说她们是做到 十二星座里面算是一个表率 那么也许你会跟她讲说 人要及时行乐 如果你手边有一百块 或者是说你一个月 有一些多余的钱 也许能够去买一些好的衣服 或者吃一顿大仓来犒赏自己 但金牛座绝对会说 这个是不好的行为 因为可能三五年后 可能会需要用一笔钱 那个时候如果说 现在不做一个除序的动作的话 到时候就会很累很辛苦 所以金牛座的这个 懂得除序的这个习惯 大家可以为她们按一个赞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这个生活习惯 也是值得大家做学习的 看看大家是 她是哪一个部分 会吃健康食品 而且都重视均衡的饮食 这一里有啦 小雷就不准啦 我吃很多健康食品 真的吗 就什么都吃 在还没有这个之前也吃吗 没有 可能是改变了 我们来参考一下 天蝎座的朋友 他其实会吃健康食品 而且他们非常懂得均衡的饮食 其实因为天蝎座他是在 星座来讲他是在第八宫 第八宫是一个星座当中一个很深层的宫位 那么天蝎座的人具有统计 是最容易出现这个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这个星座的职业 所以我觉得天蝎座在给出一个关于健康的饮食的一个建议 或者是对于一些食物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推荐的时候 其实有很高的一个参考价值 所以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有天蝎座的话 其实你可以跟他多讨论一下 就是他们在每天维持自己的一些生活作息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在一天当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的均衡 你去请教天蝎座 他们能够给出你很好的一个建议 还有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健康食品的部分 他们很懂得就有一些这种 每天可以吃一些这个健康的这个营养补充品 来去改善一些 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疲劳 或者一些沮丧的状况 那么我觉得这个天蝎座在医疗方面的一些生活习惯的维持 的知识是值得大家做学习的